我們剛剛節目一開始介紹你們 兩位的時候說你們是車掌們 可是其實你們是全臺灣很少數的 慢財團體 男孩團體 男孩團體嗎 男孩團體 女孩團體可能更少 對對對 慢財女孩團體可能比較少 還是你們要組成慢財女孩團體 我們都想過 但是 手術費有點高 我們不知道要先用慢財賺錢 還是先去做這個手術 貸款還沒有通過的那種感覺 其實跟阿達講話是 他會無止盡的幫你把話題延續下去嗎 你說對了 這是不好的事情嗎 這對於來說應該是一種幫助吧 為什麼是這種無奈呢 他是可以不斷延續的 腦筋轉很快 非常棒的一個 所以你平常跟阿達相處的時候 你眼中的阿達是怎麼樣的 學長 兩位是北藝大的學長學弟 我是學長 他是蕭文杰 他在我眼中一直是一個風趣的大叔 大叔嗎 到了那個年紀了嗎 對 那個時候就以為你是大叔 那個時候就以為了 那一年我才二十出頭而已 對 大叔 好吧 大叔 大學的時候第一印象就是這樣 對啊 然後可是他講話起來就很幽默嘛 然後我們就玩在一起了 大學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起跳過舞 跳過踢踏舞 然後我們又是都是導演組的 同一個主修老師 然後就覺得 跟他相處起來 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就像你說的他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整個現場都會很熱鬧 這樣子 然後就好有趣好有趣就玩出來 然後我們常常我們就會混在一起的時候 會聊一些無聊的話題或什麼 所以你眼中的阿達是一個 如果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眾人矚目焦點 然後笑點都在他身上 會是耶 你還好吧 你還好吧 看到那個驕傲的氣息了嗎 看到那個驕傲的氣息了嗎 還好吧 不是 沒有講那麼誇張嗎 沒有 真的沒有你講那麼誇張 沒有 但就是就我的觀察啦 就是會是一個講話時候的氛圍 和氣氛是會吸引人去聽他說話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蠻很棒的特質啦 這個還蠻老天爺賞飯吃耶 尤其是進這一行 但是一對一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會有點恐怖 為什麼 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分散焦點 他本來要對一百個人同時講話的話題 就會全部灌輸在你身上 當他灌輸在你身上的時候 因為我常處於這種狀況裡面 然後我就會一直聽到他講話 然後會講到我就說 好 訊息量太多了 對 我就真的直接跟他說 訊息量太多 我們先這樣子 對 接受太多訊息量 他會很容易就是 把模式轉換為 聽我講話的模式 對 然後你就自動導航了 你待會做什麼我就自動導航了 好 現在去哪裡了 就正在聽他講話這樣 最恐怖的是他的講話的魔力 是讓你無法自動導航的 他會問你 然後呢 這樣嗎 會叫你問然後呢 還是 他會一直一直翻出一些笑料 然後我如果身為他唯一一位觀眾的時候 不給他一點回應 我也說不過去 會有這個層面的壓力 對 檯面上還是要給點 你知道 對對對 來回 那阿達看康康 你覺得他是一個怎麼樣的學弟 喔 這部分我們就講的 講得稍微噁心一點點啦 我覺得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 唉唷喂呀 這個 沒有人拿那杯子 你跟他乾杯幹嘛 你跟哪位兄弟在乾杯呢 就是我覺得他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能夠集中思緒 認真做一件事情的人 對 包括他 我們剛剛說過他跳踢踏舞 然後包括他做慢柴 他對這兩項 其實同時都是 可以說是有在做研究的 是研究的程度 研究方法 研究怎麼去執行他 讓他可以更好 對 那可是我其實沒有辦法 像他這個樣子 真的說很鑽研他 就是埋頭苦幹 可是我真的是眼睜睜看到他 埋頭苦幹 至少在慢柴和那個踢踏舞 這兩塊 那之前在同時 在學習踢踏舞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感覺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 學東西很快的人 對 他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是笨拙的 就像剛出生的小鹿一樣 他現在是在稱讚你嗎 你覺得 我當他是稱讚我 慢慢聽到 就會倒吃甘蔗 越吃越甜 可是到後來他 他真的是很有耐心的去鑽研之後 因為發覺他有很驚人的飛躍器 可是那個是真的是他很用心去鑽研出來的 所以在這部分我覺得 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那個集中力 和那個耐心 好可惜我們沒有看過康康跳踢踏舞 康康在資料上面 目測身高是190 目測資料上面是188 對 但是188也很高耶 很高而且 你可以想像一個188的人跳踢踏舞 應該就是很壯觀很美 因為基本上姚明是移動的長城 他就是晃動的長城 不一樣的定位 但同樣都是長城 我有一個同學有一次來看我踢踏舞的演出 然後他看的時候 一個女同學 他看著看著看著 然後演出完以後 他跑快的時候說 我看你跳舞的時候 我好緊張喔 我以為你快要斷掉了 你知道嗎 這種感覺 而且我有一個朋友說 看他跳舞的時候很累 因為他太長了 他跳踢踏舞 他不知道該看他的人 還是看他的腳 因為他沒有辦法同時看 你的目光 沒辦法 他就覺得 他到底該看著腳 還是該看著他的臉 但是一般來說 跳舞應該看著他的身體 但是繼續看著他的腳 就很困擾 所以慢慢的 我們跳舞的時候 也是有一種鬥趣的風格呈現 我們必須要自己承認一下 對 他跳舞的時候 臉是某種斯文的尷尬 別有人說是一種皮諾丘的狀況 慧琳剛剛講到的那個 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不同的 才藝或者是某一些知識好了 他會變成 你的工具和你創作幽默 這個作品的媒介 他是不同的媒介 像我們在漫才的時候 有時候 會是口語上面的媒介 但是像在吉他或唱歌上面 它又是另外一個媒介 所以如果有不同的媒介 像日本有一些藝人 他們是用跳舞的方式 對 那這些都是不同的好的媒介 可以讓你的作品更多元 像這部分日本的搞笑藝人其實就 意外發現他們很多才藝 對 他們好厲害喔 不知道是日本人的特性 還是日本搞笑藝人的特性 就他們好像會很多東西 他們常常會 我們比如說看看新聞 忽然赫然發現哪一個 大家都以為他只是一個搞笑藝人 但其實他又是一個什麼什麼專家 又是一個什麼 對 哪個領域裡面非常專精的人 對 還蠻多的 像之前有一個搞笑藝人叫小靖 他就很想打拳擊 後來他就成為職業拳擊手了 然後就來台灣比賽了 然後 因為沒有獲選奧運資格 所以覺得很難過 就是他們搞笑藝人身上 就會發生 國際賽事資格的事情 就覺得 有點誇張 比如說他們節目上就會參加什麼 國標舞的比賽 對 出國之類的 就覺得 做到這個程度有點驚人 有點誇張 而且他們是真的很認真的 就是真的去學了國標舞 對 真的去學認真的 而且是真實的去參加這些比賽 然後大家就為他們 這個其實是演出 可是也是真實的事情 感到很感動 對 而且我也會覺得 可能在我們片面的了解 日本的這種搞笑的 藝人的生態裡面 因為他們其實競爭非常的激烈 所以其實你真的能夠靠這個東西的謀生 其實它還是不一定的 即便你是這個身份 所以他們有第二第三項端場 我覺得 很必要 也是一種必要啦 然後他們可能也會覺得 自己有那樣的能力 說不定還可以兼職做那個 像有很多 有些知道也是很好笑的 搞笑藝人他們有插畫 插畫家的習慣 他們就可以 就一樣是不同的媒介去做 喜劇的創作 或者是不是 就完全是全體 甚至是有詩人 他們有做詩的 是 反差很大這樣 蠻嚴重的 畫家詩人都有 他是在過年的時候的年貨大街 迪化街那個地方 難怪這個收音品質聽起來 旁邊很吵 很吵 隔壁是賣春蓮之吵的 一天我們也無場 一個下午 對對對 一點 兩點 三點 四點 連演三天 所以就一直在跟他們拼那個聲音 那其實大家看了也是很開心 很開心啊 對啊